首先我们先做一个腹部的操作 先调节好时间还有我们的能量优出时值 然后点击开始 下面我们开始涂抹产品 将我们的腹肌板放于我们个人的一个背腰部 我们现在开始操作 我们先做腹部的一半 也就是我刚才调节的时间是我们半边 我们腹部的一个操作时间 一般我们先在肚脐打圈 然后再用腰侧走线条 像我们的就是腹部去积 这个操作比较简单 在操作过程中呢 一定要将我们的就是探头 警惕于我们的腹部 然后我们腹部呢 就是打圈做完以后呢 我们开始从我们的腰侧拉下腰线 从我们的后腰那里 然后经过我们的侧腰 然后到我们的肚脐 要绕个肚脐 像有些比较瘦一点的人 侧腰的话没有那么好熟贴 那你就换一个就是比较小一点的一个摊头去操作 也是可以的 这个动作的话 主要是帮助我们刚才就是 就是塑完形以后的话 就给它去做一个就是紧致 收一下腰线 这是我们腹部操作的一个界面啊 这是我们腹部操作的一个界面啊 先创充模式的一个界面 这是我们的一个二分之一 吸力 还有我们的热门的一个调节 这是我们经常就是工作状态的一个显示 然后现在呢 我们开始操作我们非常的一个准备 这个主要是做一个塑形的 给我们互补一下形 我们先走三条线 然后过度齐度齐度操作 我们现在用的二分之一模式 给我们的朋友先放松一下肌肉 然后我们腹部开始做个打圈 然后我们从来腰侧 然后我们绕过我们的肚脐 再走到我们的库库库库那里 走我们的肚脐上 走我们的肚脐上 然后第三个手法的话 就是我们的严肃我们的后腰 然后让我们的侧腰 拉到我们肚脐的前端 这样主要是有一个蓝腰前的作用 像我说我们的法 而且它有些体内湿气还是比较重的话 它就是皮肤表面会出伤 是正常的 然后走S